社会新闻以孙姓男子为首的暴力犯罪集团 日前因为怀疑有输国业者检举他们贩毒 因此伙同了多人 以持刀暴力的方式 要挟恐吓业者 而为了湮灭证据 还特别到室内要拔掉监视器的插头 没有想到却拔成了卡拉OK的主机插座 犯罪过程也都全被录了下来 最后还是遭警方顺利锁定逮捕 PT小组干员冲进黑帮巢穴 攻坚逮捕暴力分子 被逮的这群暴力集团分子 因为怀疑蔬果行检举他们贩毒 既然监禁无辜被害人 还持枪械恐吓蔬果业者 集团成员担心犯刑会被拍下 还先叫小地区切断 监视器店员 没想到小地拔到卡拉OK的插头 恶行恶状全都被拍下 变成犯罪证据 经多日的绵密修正 我埋伏跟监 在这个月的三日 在检察官的指挥下 由刑警大队 PT小组及发言人分级 执行扫荡 我们居提犯贤 顺利两人 及借提秋贤一人共 继三人到岸 警方搜索四个地点 查控模拟枪三把刀屑枪支改造工具一批 另外警方还查出集团成员 参加竹联邦名人会春酒 企图壮大声势 他们的成员 事实上是参加名人会的春酒 他想要壮大的声势 在花联发展这个黑帮组织 那我们警方也及时发现 及时来帮他瓦解 警方出复证据后 依违反组织犯罪条例 枪炮弹药刀借管制条例 及恐吓等罪协移送法办 其中为首的邱净男子 检察官提请生压获准 记者中央报道